大家好 歡迎收看午視直擊 恆生指數今早低開低走 因為美股上個星期五中斷五年升 今早恆指低開1807點 低開之後 因為內地A股都向下 拖累港股都跌幅擴大 現在跌374點 報26290點 至於上證方面 都跌14點 報2539點 兩地中港股市方面下跌 很多人嘗試找原因 我先報一報人民幣離案價格 人民幣離案現在做6.7590 其實今天最高位置曾經撞過去 就是6.7356的 7356其實跟上星期五的時候 7.330就很近的 因此就在看會不會有機會 在6.7330或者7356附近 真的有多少阻力 其實現在都是回到大桌開市位阻礙 未至於明顯有一個即時倒插的情況 不過似乎上星期五和今天在高位 人民幣都是差不多位置遇到 所以大家就留意著這個因素 是否本身利好股市 如果這個因素稍微回一點 會不會就成為市稍微向下的藉口 即是有機會可能覺得 人民幣都回來了 會不會是股市的反彈都會回呢 當然也強調一句 就算是7.3億或7.6億都好 人民幣都是屬於強勢 目前都是連破幾個位置 會市方面就是這樣 會不會在其他經濟面上 都有些蛛絲馬跡可以讓我們找到呢 除了人民幣的走強方面 開始回落少許之外 今天還有一個新的數據公佈了 即是中國公佈了12月和全年的進出口總值 當中12月的進出口數據 比預期之中差 出口更加錄得負增長 用人民幣計算 12月進出口總值是11,399億人民幣 按年大跌了3.1 比前一個月11月 跌了9.7% 比預期之中12%差 至於出口總值是15,349億人民幣 按年微升0.2 比上個月跌了0.9% 亦是低於預期的6.6% 即是全年的進出口和出口數據 12月的準出口數據 都是有個比預期差的跡象 沒錯 數字上都反映出 尤其是出口方面 市場最主要關注貿易戰底下 是否令到中國的出口會減慢 現在數據出來 都反映著現實 雖然市場 本身將上年12月的預期 設定頗為高一點 所以順於預期 不過增長 只是放緩到0.2% 或者明顯的增長放緩 其實都是市場的預期之內 當然你問我的話 就未必說一個經濟數據 等於在1月2日服市的時候 一個PMI要拖累到指數怎樣跌 我想暫時我都不會相信 這是最主要的原因 但也要看看今天 如果技術上跌到某些位置 是否重要 還有現在半日市 還有8分鐘左右 成交方面都是維持偏低成交 這方面都值得大家去留意 看看恆子圖表方面 其實今早市場觀望 恆子圖表在100天線位 26410點會有支持 但現在已經去到26284點 即是都穿了支持位 沒錯 暫時穿了100天線 當然我們很關注 究竟是否真的要失去 大家就要關注 即是可能看回收市 是否能站得穩 是的 現在暫時刺下去 不知道是否真的做得到 或是要穿 如果我們看回恆生指數 過去這段日子上來 現在我給大家看一個小時圖 可以關注究竟它有沒有可能 在這些位置做到打底情況 如果是藍色線的話 可能是在大約26319負頓 如果是在紅色線的話 可能是在26237負頓 如果這些位置都穿的話 當然有一個黃色的裂口位置需要補 如果這個裂口位置要補 有機會落到258幾幾 所以我今天最主要是關注這個裂口 是否需要去回補 即是如果穿了26237負頓 即是如果穿了26237負頓 就很危險了 穿了的話 較有可能就會需要補 而且來回那個都400點左右 大家就自己看真少少 那個就是25875負頓 25875負頓 我用黑色給大家去看清楚少少少 即是說如果是失去26237負頓 有機會要再進一步補裂口 當然了 剛才恆生指數低位是試過穿的 恆子今天暫時 day load在大約11點23分左右 創出26195負頓 不過現在從低位 就約我彈回101點 那就暫時未需要補裂口 嗯 幸好都上回少少少 是啊 沒錯 好 都看看其他的一些個股方面 好 在活躍成交榜上面 騰訊就跌2.5% 現價是323的 嗯 嗯 幸運一度試過跌到321元齊頭 是 剛才看到他跌超過百分 不要說百分之幾 有10點 超過 也挺厲害的 嗯 另外還有其他 跌幅比較多 有銀魚跌3% 吉利跌2% 中海油跌3% 還有比亞迪跌5% 另外也有今天看過 聯想再升多了一些 升4% 唯一聯想是可以高開之後再高走 嗯 都逆市升 沒錯 在成交壓榜上面都沒有多少隻 今天就看到有大行長好 不過詳細的詳情他未交代 不過見到高盛提升了聯想集團992 評級去到買入 並且上調的目標價是7.2 目前股價現在是5.6毫升4.4% 高開高走這個走勢 確實是 而且是逆市 因為市就跌至400點 所以就挺吸眼球的 有貨的朋友仔 有機會可以再坐多一會 那如果沒有貨的 會不會建議買入或者可以考慮呢 沒有貨 一來就看看市是否其實已經差不多 在高位又坐了 有坐的話呢 我個人感受 未必相信聯想可以為大家成為一個抗跌的股份 當市要在短頂回落的時候呢 靠聯想可以一路坐上去 我暫時覺得缺乏了很大的利好基本因素 所以我會說 又是只限於有貨的話 拿著 好 那現在呢 恒指的跌幅也是371 現在正在跌 正在報26,296點 暫時的成交是447億 如果看回剛才的跌幅比較大 小小小不如又看看比亞迪 好 因為它有時都會跌 但是很少都會跌到上榜 是的 其實呢 四日前呢 就跟大家說 就說 當那個汽車和家電消費政策 衝景出台的情況之下 竟然都有一隻車 當時就是比亞迪 是要高開低走出陰竹呢 其實這隻股份就已經轉差了 估不到連續兩日的升星之後 再開出一支陰竹 目前陰竹已經去到幾乎是必守位的位置 還記得在12月 應該是1月4日 開市價45.1毫半就是陽竹的竹底 所以45至1毫半 現在45至2毫半 我會建議45.1毫半 這些位置 如果再失去 應該就完結了 所以有課的朋友 記住 當日陰竹已經是一個警示 我記得過去兩三個星期 其實我們都暫時又會拿出來講 就跟大家講 一個明顯的上升勢頭 就已經打破了 當大家在沉醉於說 這隻股份曾經在尾段的時候 跑贏了所有車股 包括吉利 其實10天 20天線都插穿了50天線 這個是轉勢即將 所以就不值得大家去搏 其實汽車整體的板塊都是一般 因為其實銷售數據都不好 亦都會受著貿易戰方面的影響 而且之前亦都提升了一個稅收 所以就算今次可能發放了一些 放了風聲 都沒有一些實質的政策落實 就說要支持汽車和家電 但是汽車的聲勢 其實相對上就沒有家電那麼厲害 還有如果有一個說了有政策離好的時候 那個板塊都受刺激升完 就已經回落了 其實是否更加反映了著迫勢 沒錯 連好的消息都不升 過了好的消息 我想你更加知無誠托 同時也看了 當日就算是肯升的吉利 亦都和大家說未是見底的 因為始終銷售的數據不理想 其實今天最低位股分一度 見過10.66元 和當時1月8日列口的位置 10.68元 可以這樣說幾乎是穿一穿 我還記得在這些位置和大家說過 除非站穩11.52元 否則我都沒有記錯了 講得太多次了 11.52元 站穩才說保完裂口再向上見底 否則都是在裂口中間培會 甚至不要讓它失守10.68元 而今天曾經一度穿過 所以現在都是危陪伏 千萬不要打算有太進取的部署 等補了裂口才好想要撈底 因為很多朋友最近有些撈底的聲音 其實最近在吉尼亞和小米 甚至有些人還在問信羽和瑞星 當他們在想的事 既然都說有機會轉好一點 是否應該買一些很殘的股份呢 我們先去廣告 廣告之後我們都回答一下弱勢股 好 待會見 回到節目 回到節目時間 現在恆生指數上50收報26299點 跌了368點 上午總成交是449億 都算是少成交 不算中規中矩 有時都500個外 提提大家 大家還可以繼續打電話來 打電話來問我們股票上的問題 熱線是31083399 我們一會兒都可以接聽電話 和回答網上的問題 是的 正如剛才我都說 有人還想撈一些弱勢股 Joanne她問 2382可以入媽 因為打算是中長線 其實信羽今天還要跌兩個百分點 跌過四去到67.3毫半 確實我看不到有強勢 雖然你可能會覺得 都跌了這麼多 而且公司方面都是有盈利的 撈你作為中長線 我會說過去這一浪一直反彈 都沒有怎樣站穩過五十天線 那你怎樣去判斷 今次是代表一個真見底呢 我不敢這麼想 包括技術因素 包括基本因素 基本因素方面 你見到出貨量的數字 整個板塊都還是 雖然邱泰和順宇曾經這兩個星期 炒過出貨量的數字 但是我覺得要再放長一點 放長雙眼 不是放長你的貨 看穩定一點才開始買貨放長 就算上樓底 都不要這麼心急 可以先看穩定一點 沒錯 到現在為止 看不到有強勢 但是這個 信譽的圖相對上都好 剛才說的 有些就說 小米 小米 同類型 小米方面 都是一般的 留意著 大家留意著 小米方面 都是 今天 都是要下跌 下跌2.1個百分點 10.1毫二跌了2毫二指 雖然還未穿底 我想 就算被你搏到盡 就要看回當日那支小羊足的收視 997 如果我告訴你有貨的話 參考一個價格 這些為止 9.97 不能夠再失 因為當你出了很多不利的因素 或者數據的確認情況之後 較早之前上個星期 股額其實是來自那些閒售股解禁 擔心股東會放貨 限售當日其實就是那支小羊足仔 收就收9.97 我想後市不失9.97 你可能還可以搏反彈 當然不建議沒有貨就可以買 有貨搏反彈當中的話 失9.97 就要進一步去減前 因為股份基本面上其實是很麻煩 其實現在已經由上市的高位 跌了一半 其實限售股解禁導致這幾天的跌幅 其實限售股還未放了 還未沽了 沒錯 所以有機會有沒有下望去到哪些位置呢 其實沒有下望 沒有下望 因為已經是上市以來最低位了 所以現在只能夠用三天前的位置 兩天前的位置作為初步 究竟有沒有可能支持 因為其實這幾天成交都大 假設有人在那些位置出貨 如果後市不再穿那些位置 你就當作是初步的底部 但是我都會建議大家 底部應該都不是薄回來 這隻股份呢 我都強調多一次 除非早前穿底的時候 十一個六毫六 能夠在後市的時候修復 這樣才真正有見底格 十一個六毫六 如果能夠在後市這樣修復 這樣才有見底格 而不是隨便一日半日出陽足 就估計的位置是低的 還有股份有一個為人救病的原因 就是說在上市之前 小米已經向雷軍贈送了6.4億的B股 市值月8億的 說這一批股份是在雷軍不知情的情況下 董事會一致通過的 另外在上市半年之後 亦都在代表雷軍信託 向代表雷軍信託的ARK Trust 就贈送了7.75億B股 這一個也是一個 它就拒絕是哪一個是受益人的 但其實這一個 都是一個同股不同權的一個幣處 因為同股不同權 其實你買了股份 但是你那個權益 跟你平時買股份又不一樣 是否在投票權方面有一個幣處 當然是 同股不同權 詳細是怎樣去理解呢 我想大家就是網上的 當時很多 簡單說就是 大股東的權益 和你們 大家都是好像持有同樣的股份 但是不同權 當然不是你們大權過他 是他大權過你們 所以這個也是市場比較關注一些 可能是虧待的地方 我會告訴大家 不知道剛才所說 在上市前 獲派股份免費 送的 那些股份 就算是20元好 還是10元好 都是大把 都是送給你的 所以會不會繼續有些股額 這個 我想大家真的要小心多些 好 看完一些比較近期弱勢的股份 我們就不如回答一下觀眾的問題 是 有很多 都開始 我分別 我叫做總括一下他們的問題 是 很想入貨 不是 都有好幾條 超過四條 在說put 當然有條 Janet Yang 就問7300 可不可以加 Emilio 她就問1299 是否突破失敗 是否要put 跟著 還有 星星 她就說700 甚麼位 開紅 安全 Van 她就說27號 put 未 如是者 其實都算是多人 最後 姓林 她就說 388 是否忠於put 呢 足足有五條 至六條 都問put 我只可以說 今天的市場 確實是不英俊 但是呢 正如剛才給大家的位置 假設市場 目前是不需要補裂口 即是說 今早 已經跌完 還有可能 上面那棍紅 事實是真的 上面那棍紅 真的很大棍 當然啦 如果外圍方面 不如其來 有些很利淡的因素 確實是沒有辦法 去殺紅 都未停 但是現在其實沒有甚麼特別大利淡的話 我覺得回調過後 假設短線 是無需要補裂口 今早跌完呢 其實現在要衝上去 三四百 又不是說很難的 現在上去 當去263收 其實268 即是 五百點左右 已經足足 就可以殺一千九張紅 嗯 那如果他們想補裂的朋友 都會叫他們 可能要小心點先 不要說見到 現在才追補裂的 沒錯 如果看大勢的話 就是這樣 當然過股的話 是 有時間 一定續續回答 但是呢 為什麼要先講大勢呢 就是 都是那句 不要逆水行舟 如果股市稍為強 現時我覺得股市應該稱之為強 因為 就算今天跌三百多點 站穩了裂口頂 同時間人民幣沒有怎樣走樣的情況之下 那我寧願建議大家 順水推舟 就不要逆水行舟 所以呢 好股就找東西叫 當然現在這樣暫時抖一抖 有未必真的一定要叫 但是呢 弱才去撥 譬如 連裂口頂都穿了 補一補裂口 剛才說過 262補落258有400點 那就隨你怎樣搞 甚至乎補完裂口之後 都是弱的 可能真的確認見頂了 到時才撥 看看今天下午怎樣 好 可以先觀看今天 看見剛才說 不要隨便看到跌了一些 就撥下去 那我問騰訊那位朋友 就不要撥下去了 開紅它就撥升升 因為騰訊是貼士一點 也是的 我只能夠貼士 所以可能你會想撥它 但是又是多一句 如果要撥的話 就撥一些比較殘些 任你踩的 騰訊這一類 包括 剛才也有人問黨交所 是否可以撥得 1299是否可以撥得 都是跟大家去檔解過 是 撥你不要撥些 是過去兩個月沒有再跌過的股份 你應該撥些 過去兩個月跌得差的 反彈都乏力了 如果跌市再來的時候 當然它會再跌 因為始終700也好 388也好 1599也好 其實就已經站在通道頂 區間頂 舉個例子 1299 1299有幫 還記得在12月4日的時候 最高位收67 其實今天的市跌400點 它仍然是站在67 它仍然是有機器繼續去突破環行區 為什麼會撥退呢 暫時不可以定義為突破失敗主 沒錯 剛剛突破 67繼續在突破當中 如果27的話 27今天都跌了 今天有朋友說買了call 今早有人call 今早有人call 現在van說可以撥尾 因為今早call的時候 Steven都說 現在跌了3% 因為今天一開 就在50天線以下 再陰燭 現在陰燭還擴大了 半個月以來首度跌失了 那條50天線 即是畫面上黑色的線 亦都在橫行區裏面 有支最低的羊竹 希望那支羊竹的開市位 企多是47.1 現在是46.5毫半 都失了 即是說 一條就是50天線失了 第二條就是羊竹仔失了 第三就是項線都失了 所以呢 是的 如果後市確認進一步弱 今早都跟大家說過 譬如 就可能真是 譬如47之後 就看44 41這樣 這樣來就下 始終後市還是比較黏 所以我想大家真的要小心一點 到 大家早都已經說了 一月份的數據是會差的 所以我擔心2月1日出的數據 都未必能夠有得衝擊 所以見到金沙今天都有上榜 實跌2.8% 現計是34.65毫半 好 那我們趁還有少少時間 可以看看 最後一條 因為騰訊也見到有兩位朋友問 May和Anthony May就說 騰訊365毫半 買了 Please advise Anthony就說 331.8有貨 可不可以保持呢 現價是322.6 我認為 都真的可以繼續保持 因為始終都是跟大家講過 基本因素已經改善了 首由的審批已經重啟了 我就認為前景無需要太過擔心 又或者這樣 你就以當日的收市價 作為一個好淡的基準 其實當日是315.2 你當它315 如果連315都沒有失去 那就是說 其實整件事還是繼續發酵的 我就由那一刻開始 即是當日是12月21號 就覺得 股份其實已經長線見了底 因為當一路困擾 最差的因素就解脫了 所以我會說 後市當然也會有震盪 正如過去這麼多年也會有震盪 但是大浪的浪底就見了 我會覺得後市不再容易跌穿300 所以可以自己去留意 始終近一個多月都已經站穩了300 樓上 是啊 所以在手游的情況 不會再轉差 應該其實就可以看好 好 那兩位可以聽一下Steven的意見 可以先保持著 好 現在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就下午3時45分回來再跟大家見面 再見 拜拜